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为了提升各乡镇市乡亲们阅读戒阅律 花莲县政府同时成立了 花莲县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委员会 县长徐真伟也颁发给13乡镇市的首长委员证书 希望借由大家的力量及时广益 让花莲成为最爱阅读的县市 文化局109年度花莲县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委员会 6号下午在县府大检报室举行 现代学中卫并且颁发聘述给13乡镇市首长 共同来为新建图书馆的规划和未来整合内容 能够提出建言 解释广义成为全台湾最具特色的图书馆 是落成启用 而每一个图书馆也因着他每一个 无论是国际标或者是绿建筑 其实都成为当地的地标 所以真伟也希望说 在好不容易争取到的资源 能够让他成为东台湾最 所以大家最想来 而且最想走进去很好地沉浸体验 以及接触浩瀚吸收和浩瀚的文学 以及我们的知识 让我们的这个图书馆的图书 除了它是里面的这个点藏以外 藏书以外 更成为知识的这个流动流通 在这里真伟还是要谢谢大家 现在许政委也听取文化局图书馆 咨询和课长伊布达玛笔码 提出多项议案 供在场委员们进行讨论 而今天做委员的任务就是 共同建立华林县公共图书馆 营运的体系 与资源整合机制 图书馆馆厂发展政策 推动公共图书馆品质管制制度 以及乡政评件机制等六项任务 透过会议的讨论 共同努力让华林成为最爱与读的城市 记得救命 欢迎收到 请不吝点赞 打赏 打赏 打赏